自发性的公益活动 也希望能够让地方更美好 好地方联谊会 以好人好事好地方为中止 结合具影响力的个人与企业主 自发性的做公益活动 让我们所生存的地方变得更美好 我们好地方联谊会 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集合在地方上面 比较有影响力的人 或者是说一些企业主 我们自发性的一个集合的部分 那所以呢我们加入的会员 第一个你本身一定要是公司的高层 或者是有决策能力的人 然后比如说集结 我们这些人呢 大部分我们就是好人好事好地方嘛 60%是做公益 40%做生意 那所以今天呢 因为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去年只有发行一本新书 就是创业家用生命告诉你的事 那今年的话呢 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跟发展 那像今天的一个节目安排 就是因为说我们想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可能心情上面会觉得郁闷 而且根据于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统计 目前忧郁症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的一个疾病了 所以我们希望呢 像今天有一个百岁人瑞 也就是我的阿嬷 今天会来到这里 我们希望说透由她的一个分享呢 让大家知道如何养生 而且最主要是活得健康 有感与忧郁症人口逐年增加 好地方联谊会理事长杨淑文 在今年度的会员大会 以活泼的海潮舞与相铺表演 带动现场气氛 更邀请百岁人瑞丽临现场 让大众了解健康长寿的秘诀 希望大家不要被疫情打倒 活出快乐的人生 十方新闻 还会萧瑞丰 高雄财富报道